在繁忙的超市里,电波人间假虫女正在精心挑选着晚餐食材,正在她选择时,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她面前。 这是奥特曼的尤利安,他们俩经常在保护地球的任务中并肩作战,假虫女眼睛一亮,笑着打招呼,尤利安,好久不见,你也是来买晚餐的吗? 尤利安点点头,对,啊,刚好有空就来逛逛,那你在忙什么呢?假虫女指了指手中的蔬菜,就想配一顿丰盛的晚餐。 两人边走边聊,无意中提到了与奥特曼7有关的一段往事,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,奥特曼7接到报警说有UFO在城市上空出没,假虫女和尤利安立刻赶往现场。 可是,当他们到达时,UFO早已消失,却留下一片奇怪的能量场,一阵寒风吹过,假虫女皱了皱眉眸,当时真是让人困惑,UFO明明不见了,但那能量场却是真实存在的。 尤利安点头,是的,我们还做了很多测试,但结果总是无法解释,从那以后,这段往事成了一个谜,不管假虫女和尤利安如何思考和调查,总是找不到答案。 今天再次提起此事,两人依然百思不得其解,或许,这谜题会牵扯到UFO机械人古莲泰沙,假虫女陈思道。 他们开始讨讨论起是否应该再找古莲泰沙帮忙,毕竟她对UFO更有经验,然而,超市里的喧嚣声打断了他们的思绪。 两人相视一笑,决定先享受美好的晚餐,将这段未解的谜题暂时搁置,谁知道呢,或许某一天答案会自己浮现出来。 出仇一笑,决定先享受美好的晚餐,将决定先享受美好的晚餐返沙帮到 quis求美好的晚餐。 感谢观看